各位同學好 我就是過去念數學系 然後對測度有一些比較簡單的介紹的方法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聽聽看 那如果沒興趣的話就關掉沒關係 其實今天上課的測度論 他其實是這樣子就是牛頓他一開始提出微積分的時候 就是定義並沒有那麼的完整 那到了近代之後才有嚴格的定義 那那個時候的微積分我們就叫做黎曼積分 就是積分的部分 那黎曼積分就是我們基本上大家常用的積分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微分發展得很爽 但是積分發展不下去 那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說 積分的定義限制條件很多 就是你要連續才能可以積分 或者說你要是可以微分的東西才可以積分 那積分呢就只能積區間嘛 那如果我想只積有理數 不行嗎 那麼一般的積分呢就是也很難去處理說 我們以後會學的一些比較難的微分方程 那 那今天上課有講到一個叫做 The Bag的那個測度 那我這邊就簡單介紹一下說 那個測度是怎麼來的 就是為什麼會有測度這個東西 那The Bag它是改良的就是說黎曼積分 它從另外一個角度就是看待積分 然後就有一個重大突破 那它的這種積分呢就叫做The Bag的積分這樣子 那它改進的黎曼積分的過程啊 才創造出了測度這個東西 那麼 在第一頁呢就是 就是在我們的講義的第一頁啊 老師今天發的講義的第一頁 你才會看到就是 有那些定義這樣子 那只是說我覺得老師上課有點快 那我這邊有一個比較簡單介紹的方法 那大家就聽聽看 那一般我們學的舊的積分啊 就是區間的長度嘛 然後乘上函數值嘛 然後把它切得很細很細嘛 就會是面積嘛 那The Bag積分它是 屌在哪裡呢 它其實也沒多屌 它就是把它變成橫的 就是怎麼變成橫的呢 它認為就是說啊 應該這樣做 就是可以去解決就是說 值得的積分 一般的積分的問題 就是呢 它如果把它變成說 如果我用橫的積分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但是會有一些問題 譬如說什麼呢 你橫的積分 那你是不是要有函數值的差 對不對 然後呢 你要這個函數值的差 這一塊區間呢 對應到的什麼 底下的X軸的定義的長度 你才可以算這個啊 橫的這個長 橫的這個長條 塊的面積嘛 然後再把它弄得很細很細很細 那The Bag積分它就只是做這件事情 但這個事情呢 它有什麼屌的地方呢 其實就是有它屌的地方 它屌的地方 它屌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看下一個 就是我們以前看到啊 像這種 很多個點 很多個點 那我們以前學這種 函數是什麼 就是不能積 就是不可以積 但在The Bag積分裡面 它就告訴你說 這東西就是積分值0 積分值為什麼是0 因為呢 你想想看 函數值 譬如說我現在叫上面那個點的 那個函數值是1 下面點的是-1好了 上面那個點1啊 它對的是很多個點 那很多個點呢 這個定義的長度 是就把這些點的這個 長度加起來 好 這個長度加起來 那這些點的長度加起來呢 就是0嘛 所以說呢 你的高度乘上長度就是0 就是0 所以它的積分值就是0 好 所以說重點來了 重點是什麼 就是說The Bag積分中呢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說 我怎麼去定義這個長度 我怎麼定義這個A軸長度 就變得很重要 那麼這就是叫做側度 那老師今天上課有講到說 The Bag的側度呢 它就是一個長度的概念 其實沒錯 那麼就是說呢 點的集合啊 原則上就是沒有長度 那麼區間的集合 長度就是頭間尾 那點的集合 我是講原則上沒有長度 那其實無理數呢 它是長度是1 有理數的長度是0 那是比較細節的部分 那就是說 我只是大概錄個一兩分鐘 就是說 如果大家可以接受的話 我就可以再來繼續錄 因為我是上課上的比較快 那就這樣有幫上忙 就當我雞婆 我知道我很孤僻 就是沒幾個朋友這樣 那 我會用比較多的圖形介紹 那我會結合一些機率統計 讓大家讀的比較不會那麼數學 那 這門課就是背景就是要有一些 時速分析的概念 那這是我在大學修的很高分的課 那我自己很喜歡 那就是希望也能 就是說減輕同學修課的壓力 那如果我講的太難 你可以再跟我講一下 然後走吧 尺寸 大概也是 快一點 ここ再用馬修課